12月16日,马思纯微博转发了一个张爱玲假语录合集,并就之前自己在微博中对张爱玲作品解读有误道歉。 她写道感谢指证,虚心接受,书本来就是要越读越明,而表达的好处就是可以与人交流,不断验证自己的想法,读错了也有机会获得指证,所以我不会因为害怕犯错而放弃了分享,我还是会继续把真实的自己记录下来,不管好与不好,这都是我。 态度诚恳,但言辞中不卑不亢,觉得阅读就是分享交流的过程,有错误不怕,及时纠正最重要。 马思纯最后也表示,我在接受,也在学习,表达了自己天天向上的意志。 据悉,12月15日,马思纯发了一则关于张爱玲第一卢香的关号感,遭到博主质疑,虽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但也有人把哈姆雷特看成哈利波特。 马思纯在评论区留言表示,读后感我提到了书中的某一点,但读后感甚至可以和这本书无关, 就是看完当下那一刻,我本人的感觉与你无关,所以不必讽刺。 马思纯道歉后,网友们也是纷纷鼓励他,我喜欢你这种态度,加油哈,认真的你。